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前幾個月不是有位中國人YouTuber 帶媽媽來台灣看病嗎? 只有媽媽走了 對吧? 當初一堆啊 很善良的台灣人笨到 總共捐了快五百多萬給他 我最近收到很多台灣粉絲寄信跟我說 這個中國YouTuber回到中國之後 他現在就去日本旅遊啦 就聯絡不到他了,已讀不回啦 曾經幫助過他的台灣人 也通通已讀不回 甚至封鎖,拉黑的 我做中國議題三年了 真的有時候覺得台灣人是溫室裡的花朵 不懂得這個國際上社會上的險惡 不懂得中共社會的險惡 當你提出這些疑慮的時候 善良到笨的台灣人會覺得 你搞陰謀論 不可能有人這麼壞吧 現在拿著幾百萬在日本旅遊 而他人已經在日本了 當時卻說自己被限制出境 然後又一堆台灣腦粉 又抖那一波 啊幹中共不愛你啦啊 我們看連陳老師都發文痛罵 台灣人收起你們的善良 你們可能正在被利用 前幾個月我曾幫某個中國YouTube站台背書 結果發現啊 自己被騙被利用了 有很多人提供大量的證據 包括公眾人物的舉 還有一個女粉絲月薪才三萬多塊 卻捐了五千給他 前陣子開放公眾募款 台灣一些人甚至捐個十幾萬的都有 台灣人你還要付出多少呢 實際上人家比你想像的有錢 喔我要說這件事 因為他做人不厚道為人不老實 但一幕前正義善良 稍微念一下大家可以去看陳老師這篇文章 其實當初他來台灣 每天瘋狂拍片 拍他媽媽的時候 前面幾隻我覺得 欸 喔對就講這個事情 然後來台灣醫療台灣醫療怎麼樣怎麼樣 當然後面越來越誇張了對吧 大家都是做自媒體的都知道你在幹嘛 怎麼有人可以把台灣吹到這麼噁心 我跟你講即便是那種 喔台灣15號10那種都沒有吹到那麼噁 你知道吹到我是自己都覺得尷尬 說自己在中國欠款一堆 卻在中國搭乘商務艙高鐵 而中國人到歐美日韓 國家你是需要提供財產證明 我不知道你這個財產證明是提供了多少你才可以去日本 日本簽證是不會讓一個負債的人去日本的 你說你負債 那我現在就拿出一些他在中國騙人的例子 他一直說他媽媽在北京醫院看病 對吧 他拍片說每天中午這個時間點 醫生都會逼他繳費 諸如此類 但事實上他人是在河北的醫院 每次工作人員要給他收據的時候 他就超快速拿 快速把正面轉成背面 工作人員連手都還沒離開 準備放下來就這樣了 當然看到這裡一定還是有 善良告發昏的台灣人說 那是因為他怕個資外流啊 所以不給你看 這裡完全可以剪輯或是上馬賽克 而他來台灣的時候是馬上公布自己的三軍總醫院等資料 我們放大來看就會發現 來 這個資料上面寫 河北 兩個字對吧 北京醫院怎麼會出現河北呢 我們上網查了一下 這個是河北 專門治療白血病的醫院 叫做河北 菸達陸道培醫院 但他的影片標題都是 北京北京北京 北京 對不對 我們也可以發現他影片後面的車牌 大部分都是 季這個字 季是什麼 河北的車牌號碼 季州碼 季州木碼 河北碼 那真正北京市區 也有兩間陸道培醫院 叫做益莊院區 跟順益院區 所以為何他手術如此之快 就是要讓不懂地理位置的台灣人 認為他在北京大城市致病 成本非常的高啊 賣慘啊 當然不排除 他這兩家醫院都有去轉整過 但是他的標題都是打北京 後面的車牌也都是河北 對吧 開車進入北京 是需要申請入金證的 一次七天 一年最多申請12次 所以我不認為他剛好所在的地區 是北京市區的區域 周邊剛好全都是河北的車 所以看到這個基本位置就是在河北 對吧 露露線了 雖然河北山河市 離北京很近 但就是不同的行政區嘛 難道因為你靠近北京一點 你就說你是北京人了 你就住在北京啦 那你把你的戶口拿出來 北京戶口和河北戶口 待遇是一樣的嗎 如果是一樣的 大家幹嘛去搶北京戶口呢 所以對於台灣人來說 根本就不知道 所以就弄這個 模糊概念 用北京來代替 要搞清楚啊 你的受眾是多數台灣人 而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人 所以他這樣講 台灣人就會帶入 喔你在北京大城市治病很花錢耶 喔中國的醫療體系也 也很不好呢 我歡迎你來台灣 看到台灣的好 我給你錢 我懂你 例如他還拍了一個混淆的概念啊 他拍河北這家醫院的圖片 然後解說 上面有寫報銷比例嘛 他說封頂就報銷十萬而已 但是他身為一個從小 在中國長大的人 卻把門診 報銷跟住院報銷 混在一起講 因為台灣人不懂啊 但這兩個在中國是不同的報銷類別 門診歸門診 住院歸住院 我們還可以看到這個頻道有揭露出 他跟網友聊天過 網友跟他說這一類的病啊 要辦長期異地才能報銷百分之八十 如果他是本省河北人的話呢 基本應該可以報銷百分之八十在這家醫院 針對這個病 即使不是本省的也能報銷六七十趴啦 當然以上是網友提供的資料 那陸道培在中國算是治療白血病的權威吧 雖然最後一刻他還是跑來台灣看病 原因為何 因為在中國他沒有辦法用這種模式 去賺那些斗內的錢 對不對 不然他早就在抖音啦 在微博啊 在西瓜視頻在B站說 啊 怎麼樣怎麼樣 其實中國的醫療很好啦 但是我媽媽怎麼樣啦 你看會不會有中國人在B站在西瓜視頻 抖內給他 沒有耶 但是來台灣可以 為什麼 因為只要說 台灣好棒棒啊 中國醫療太弱啦 台灣人太善良了 一堆抖內 謝謝你看到台灣的美 謝謝你看到台灣的好 當然他只要不要去罵到中共 中央 盛上 都沒事 因為這種行為是可以被接受 利用自己媽媽賺最後一筆 在他媽媽走之後 還把所有的醫療收據也都燒了 死無對證 如果打著一個名義來募款 更何況是這個數據 更何況是這個金額還非常龐大 身為一個有良知的人 你應該要做賬 對吧 來給當初有捐款給你的人看 不用到非常詳細也沒關係 那你回中國之後你為什麼要拉黑那些曾經在台灣幫助過你的 為什麼 因為他跟你要賬 他跟你要你到底花了多少錢 你不用做到非常詳細我認為沒關係啦 只要你做出來這幾年 或是你來台灣你媽的總花費 你只要接近個八九成 我覺得都沒有問題 對吧 起碼人家會覺得 人嘛 你又不是公司集團 你難免會有疏忽嗎 但是你 近八九成是對了 那沒差嘛 對吧 賬目發票 收據都附上 結果你給燒了 結果你現在跑去日本 你到日本之後才會發出這個影片說你被限制出去 你在玩梗 你在玩台灣人的善良 相信中國人以前也有溫良公減浪 就是被這種社會風氣慢慢給玩掉 所以人與人之間互不信任 一堆碰瓷嘛 現在來摧毀台灣人的溫良公減浪 我再說一次 我說的是大社會環境風氣的走向 而不是說所有台灣人都是溫良公減浪 當然台灣也有屁孩 但這個比例的問題嘛 還是要呼籲台灣人不要把這種人情味給抹殺掉 害人之心不可有 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有 請你們多理性思考下 再給予幫助 再來他這段影片的潛意識價值觀 已經把拍媽媽生病日常 當作賺錢的手段 不然他怎麼會說出 有錢的話我不掙幹嘛呢 你怎麼會把拍媽媽的日常然後放上去給人家抖內 當作是掙錢的 一種想法 當然啦你可能無心之過 但是你無心之過你已經把這個認在你潛意識裡面了 而他在中國的時候就說我已經把所有的家產跟車都賣了 結果你看他這集說他回農村老家 結果看看這台後面這個車是誰的 沒有熄火手煞車拉著 還打個警示燈 他走路走到農村老家的田地看 是嗎 鳥無人厭的道路上 一台車沒有 就只有那台車 那台車還不是他了 所以他是自己途步走來的嗎 而就如你說的 你都負債了 賣車賣房 為什麼你要去日本玩 我們台灣也很多 受苦受難的人 請問當你們家裡受到 可能 家人誰生病 誰怎麼樣 發生了什麼事情 可能已經到了賣車賣房的這種地步喔 我不管是什麼 賭博 欠債還是什麼 反正只要到了這個地步 你 還可以去日本玩嗎 誰會去日本玩 你看嘛還有觀眾說他在台灣的時候都在開直播 很多一次就直接抖7500之類的 但是直播結束之後他都會把直播給隱藏或是給刪除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如果你不這樣做的話 第三方的統計是有辦法統計到 你這場直播大概的 抖內收入來源 對不對 還把觀眾質疑他的留言都給刪了 是不是 當然除了YouTube抖內 賣轉帳 支付寶轉帳之外 還有一些人是直接帶現金去拿給他 那這個人他給台灣什麼了嗎 他揭露了什麼事情嗎 中共打來的時候他會保衛台灣嗎 但你們就這樣送錢給他 當然如果你們看到這個影片 你們還認為自己做的是對的話 那就是你的自由了 對吧 但是我現在在講的是有一些人發現被騙的時候很不爽 因為他還被拉黑 我是在講這一類的 如果你願意自主的給他 而這件事情被曝光之後 你還是相信他的話 那是你的自由 來就在剛剛做影片的同時 這個中國YouTube又發了影片 他這個影片我剛剛看完了 完全沒有證據 然後陳老師又發了一篇文 裡面有12點 我就挑裡面其中 大概三四個念一下 你們可以自己去陳老師那邊看 來 未經他人同意在某個儀式中安排一些本該是清楚才能做的事情 讓幾位當事人不舒服 未經確認公開及私下稱某位姐姐幫助你是利用你 因為你懷疑他只是 寄予你的募款資金 因此他做的每件事都被你否定 從入境台灣開始 他負擔了 幾乎所有子女該做的事 而按你說的那些棉被 還是舊的 而螢幕上的他比清潔還親 不久後因為疑心不再跟這位台灣姐姐聯絡 直到他指讓你回炸雞飯 再來 對方沒提到請你吃飯你卻主動說謝謝請客 不是對方請不起 而是你這種 做法令人不舒服 私下 只稱我 12的日記 公子省等頻道趁其流量 因為節目留言中曾提起過他 我的 我什麼時候 你來台灣這幾個月我講過你是嗎 在家人離世後並未如其所言募款並回饋台灣 來 悼念期間向社會大眾開放募款 悼念開放天數至少10天 全開放4天半 開放6天 金額數10萬 如果你們到現在來在護航很心疼的話 不如你們把這些錢去捐給在台灣生病的孩子跟老人吧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不喜歡記得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八卓小姐的